刚才听到您的名字的时候 我觉得两位老师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想问 他的这个名字当中的这个山 跟他们家所在的那个地理位置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啊 是啊 我记得我的爷爷 他就说 咱们祖辈 是从山下逃荒腰饭上来的 跟你起这个名字 是有愿望的 希望你能够长期生存在这个山上 把你的一生许个这座大山 来用你的智慧 双手来把它建设好 为蒙的子孙后代造一片腹地 爷爷是希望说 你就一直留在这个山里头 您后来中间有离开过吗 中间离开过 想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 参军到了西藏 中间离开了多长时间 六年 本来我是在部队 是部队重用我要准备体干的 因为家乡的一封信 诉说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不行了 老百姓都要牵一走 离开这个山 说你要有机会的话 就不要再回来了 看到这封信以后 是辗转反侧一个多远 太行山是我的母亲山 我生一丝长一丝 作为她的儿子 我应该为她 辛劳苦捐驱诉创财富 所以我就向部队申请 我要退伍 那时候打算回去 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想做什么 因为我入前我是在家当老师的 所以我应该再回去重操旧业 继续当老师 教书 培养人才 我是80年的5月1日 他向我的故土 但是在我行走的时候 见到了我的父老乡亲 大量的都是搬着家具 往山下用 我当时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他说我们要走 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生存的条件 生活不下去 主要是什么问题呀 主要就是有六难嘛 一个是行路难 那那就是阳长小道 都在悬崖上那个阳长小道 第二就是照明难 不通电吗 没有电 是照明柴 用一根柴火 在这个下下把它砍回来 劈碎晒干 晚上把它竖到这里点起来 用这个照明 还有一个吃团难 吃康燕菜 是因为就是没有土地吗 有 因为它这个地方 海蛙高 无双旗短 粮食产量低 一亩的财产一百多斤 是以后国家的返销粮来生活 还有一个取区难 通讯难